男主人社不真实,他没正经上过学,竟然能无师自通经济之实,还能自学专业外文,自己改良进口机械设备,还懂法兰西式建楼器专法, 精通的知识范围横跨经济、银行、外文、机械、建筑等行业,凡是剧中实业家们需要的技术类帮助,他都可解决,这真是个千年难得的人才啊! 很难让人信服一个生在旧中国底层,本身没文化生母又是一个神经病的苦孩子,能像matrix,like learning一样,uploads knowledge into his head并迅速消化吸收各种专业知识, 而且是跨行业的加以运用整合。编剧可谓吹牛不眨眼,全凭胆大不要脸。 最恶心的是在美化夸大男主的各种能力后,最后差一点被自我发行股票后的对手恶意收购行为所击倒, 这是多么低级的失误啊,但最恶心的是隐居最后男主忠于服从中共地下党的领导。 这是多么难让人置信的结局啊! 众所周知,中共就是没文化的土包子,如何能说服这么一个千年不遇的人才呢? 整句对白词穷无力,逻辑弱智男性。 这个故事结局试图告诉观众,不管你是不是个千年难得的人才, 但最终还是在中共的领导下,你才能走到你人生的高峰,放出光芒。 没有当你什么都不是,典型的给土共贴金洗脑具,女主人设典型的没事找抽行,一个字做,两个字,矫情。 谈完人设谈表演,男主演技尚可,中规中矩,造型败在头发上,永远的由头,贫困与富贵时的区别在于是否露出额头, 豆芽形白嫩的身材怎么看不像是苦孩子出身,美白的肌肤看不出有日晒与灵的痕迹, 但永远表现出一股娘炮中的硬汉形象。 女主表演生硬,一个字概括,假,从头到尾装天真,装可爱,装性感,装热情。 最后总结,此剧适合上厕所时观看,平时用二倍速看即可。